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邱宇轩 头戴着钢灰做出比喻 表示现在在高雄市 都要带着钢灰出门 才不会遇到子弹攻击 高雄市议会蓝营党团 在18日召开记者会 除了谴责17日 发生骇人听闻的高一枪击案外 也通批市府 才刚发生自强路的公安事件后 紧接着又发生持枪歹徒 旁若无人的走进高一门诊区 进行行刑事的枪决事件 直问市长陈其迈 这样民众如何心安的住在高雄 陈其迈在8月8号在议会里 很高调的宣传他的政绩 那这两个礼拜以来 我们都让我们高雄市的 这个频频因为社会新闻 都登在全国的版面 看起来是很否刺的 这边我要大声的呼吁 公安 治安 销安 都是人们最在意的 人生的安全的问题 一个政府如果没有办法去保护市民 免于恐慌当中 就是失职 现在高雄的网友就说 嗆技问题多 钢灰防弹衣要戴好 我们人潮非常多的光天化日之下 我们的高雄医学院的门诊间 可以说是行凶 打爆头式的这样的两枪 自命这样的一个案件 造成了我们高雄市社会大众 以及我们的市民的一个恐慌 我们不仅要问 我们高雄市的治安到底是怎么了 我再次呼吁我们所有的市府官员 你现在连民众在家住都可能受到危险 因为你旁边假设你的大楼在座围绕重建 都可能你的路面有塌陷 更别说平常 人情到可能你走一走 就会跌倒 路面不平 昨天我们的淹水 虚虚多多的事件 都显示的高雄市出了很多的问题 高雄市的治安 居然在大白天发生了枪击的事件 这代表着一个什么样的警讯 表示高雄市的黑枪是一个泛滥的情形 另一边绿云党团也不示弱 抨击国民党团不分青红皂白 过度渲染枪击事件 进而打击四小时就迅速逮捕到凶险的远警信心 民进党团进一步提醒南营 歹徒从新北市南下寻仇 应该去问问新北市长侯友宜才对 人民安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也深切的希望 应该也要再针对这样的一个枪支 做一个未来的防范应应 我们希望政业党 国民党们不要把一件事情 扩大到非常的选举化 而且漏到无限的放大 我们希望针对远警的部分 多了解他们的辛劳 也多鼓舞他们的士气 遇到事情发生 马上破坏 这个才是治安发生之后如何处理的重点 结果没想到今天国民党籍的市议员 到现在一直在用选举的语言 一直在伤害高雄市 今天他们真的开错记者会 开错地方 我要在这里奉劝 国民党籍的市议员 这个孙子 你的生意问逢有他 新北市 选择这个人在台北 新北市拚一支签 不然教育不费签 而不是在这里骂程其迈 而不是在这里指责高雄市的警方 我想一个进步的议会 大家共同来要求高雄市更安全 让人民生活更安心 这个大家都认同 奉劝国民党 不要因为选举到了 结果把议会成为 是一个高雄人心 惶惶的最大一个来源 当然这支枪 从北部跑到南部来 我相信这个治安是一条边 全国不分区域 大家都有责任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是要保障市民的安全 是要来肯定我们警方 他们积极的来破获 气凶的这个努力 这家是加班 而为了展现民进党团 对于远警办案效率的肯定 总召政官方也带领议会同仁 前往高市刑警大队献花致意 并执政加财经 肯定高一枪击案件中 警务人员的辛劳 记着李嘉隆高雄采访报导